这头阿飘将鬼术慢慢推到西施跟前 只需要在上面写下仇人的名字 阿飘就会义无反顾去实现你的愿望 直到将这位仇人送往西北为止 西施是刚刚转学到牛头村读书的学生 由于他拒绝交两毛钱的保护费 颠簸就让西施跪地上磕八百个响头 还拿着不要钱的剪刀剪他的秀法 搞得西施都无语到了脚底 其他的同学瞄着眼前的一幕 就连一个响屁都不敢偷偷放 看着校罢四人组不停猖狂地笑 愤怒的西施想将他们全部都杀死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只鲜鲜玉手 慢慢地将鬼叔推到西施的跟前 阿飘不断怂恿他杀死颠簸 现在只需要将颠簸名字写在上面 阿飘就会义无反顾执行上面的任务 天天被欺负的西施内心一合 半信半疑将颠簸的名字写上 势必要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在评论区输入抱抱自己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 当天夜里就出现了异常 西施被颠簸堵堵在了无人的巷子里 只见颠簸慢慢举起洁白如玉的小手 对着自己的脸大大力扇了下去 就这么连续扇了三五七八下 不管他如何苦苦求饶也毫无等用 原来是有只阿飘踩住颠簸的脖 逼迫他向西施不停道欠磕头 还没等西施回过神来呢 更多的阿飘凭空闪现了出来 并死死控制住颠簸挖塞的身体 拿起尖刀划过了他性感的脖子 下一秒颠簸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呼吸 西施见此一幕瞬间傻了眼 他也没想到会因此而搞出人命 挤挤手翻开背包寻找鬼叔想要解除祖宗 可找了半天什么毛线也抹有找到 殊不知鬼叔早已经拥有自我的意识 就在遥远的二十年之前 鬼叔的主人翠花也是一条中年女孩 这天笑花手捧一块蛋糕出现在他眼前 翠花还以为笑花是要给自己庆祝生日 没想到对方却直接将蛋糕拍到翠花脸上 而让他感到更加恶心的事 蛋糕里还包裹着一坨发臭的死老鼠 就算如此几人也没有打算放过翠花 无情将他反锁在肮脏的茅厕里 翠花拼了老命呼喊救命也无济于事 因为这天正是放暑假的前一天 随着时间一天又一天的流逝 饥饿难耐的他拿起腐烂的老鼠来冲击 翠花内心的恐惧与怨恨直线飙升 他将自己所有的遭遇写在了鬼叔里 留下恐怖诅咒后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二十年后西施同样被逼到这间茅厕里 遭受到同学们欺凌咒骂外加拳脚打踢 西施也被无情锁在了这间茅厕里 就在他提高嗓音高呼救命之时 却突然传来了清脆的撞击声 伴随着指甲划破铁皮的刺耳 随后一只带血的鼻滚了出来 好奇的西施连忙俯下身子捡起了鼻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呢 镜子里有只阿飘正死死盯着西施 吓得他雕出了祖团的海豚鱼 生死时刻还没及时闪现了过来 回过神的西施再次看向镜子 里面却什么毛线也抹油喵倒 为了感谢嗨妹的救命之恩 事后西施来到图书馆里帮忙整理书籍 却意外发现了那本恐怖的鬼书 不知情的西施并未在意 随手就将鬼书重新摆放在架子上 意外的是回到家鬼书却出现在背包里 里面记录着翠花生前的悲愤与绝望 同样长期受到校园霸凌的西施感同身受 他突然感觉后背有点凉缩缩的 哈哈哈哈 原来是有只阿飘紧紧凑了过来 西施经过了大半天的研究 发现鬼书被人留下大量离奇的诅咒 而被诅咒的人无不例外都会接受惩罚 才得知鬼书可以实现拥有者留下的愿望 就在西施再次受到校园霸凌之后 他决定利用鬼书惩罚一下颠婆 半信半疑写下了颠婆的名字 谁料不久后颠婆就被阿飘无情给杀死 西施才知道诅咒真的是会死人的 他非常后悔自己的意识冲动 马上急急脚闪现回到了图书馆里 想要取消自己之前许下的愿望 却意外看到了海妹曾经写下的诅咒 关键时刻天花板开始渗出了水 海妹等西施回过神来 渗水部位带着血液迅速开始蔓延 随后一具腐臭的尸体直直掉下来 吓得西施不断飙食又飙尿了 紧要关头海妹又再次出现 并对西施说出自己之前的故事 原来海妹就是鬼书上一任的使用者 大学刚毕业的他就在学校里工作 当时还有一条捞头疯狂追求海妹 本来他以年纪还小拒绝了对方 没想到捞头却狠狠给海妹上了一刻 被侵犯后他真的绝望到了脚底 于是海妹就在鬼书里写下最恶毒的诅咒 不久后捞头就好害凄惨魔的游 可使用鬼书就会成为恶魔的傀儡 必须寻找到下一位鬼书的使用者 海妹才可以得到解脱 话音刚落他就摘下不要钱的假发 摇着脑袋开始不断颠来颠去 并从樱桃小嘴里伸出洁白如玉的手 然后朝着西施的方向慢慢逼近 最终他还是成为了恐怖恶魔的宿主 次日图书馆再次恢复了平静 貌似什么事也某有发生过 而西施则成为图书馆新一任的管理员 需要为鬼书寻找下一位使用者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